E-Count ERP 1,500 库存管理 E-Count ERP 1,500 相抢管理 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 E-Count 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蓄只要1,500 E-Count 每天我们都努力给家人最完整的守护 人不是全能 忙碌生活中难免有疏忽 但你的爱可以无所不能 全能狗S 世面为一 口服驱除跳蚤 鄙视 同时预防心思虫 每月一次内外驱虫 让狗狗远离致命威胁 保护裁权面 全能狗S 守护您的家人 让爱无所不能 大家好 我是肖明道 今年的股市 是否让你操作感到非常的不容易 在10月底 就在10月底 就只有这么一次 可以学到我 肖明道 蔡森 杜金龙 麦克脸 廖松仪 五大名师的技术分析课程 的确非常值得 33小时线上线下完整课程 打造散户翻身制胜特训营 立即搜寻金周开肖明道 定期定额第一品牌 统一投信 科技基金净职王 统一奔腾基金 成立以来报酬率12倍奉还的好基金 是您的台股神队友 买对基金 投资超给力 申购在想零手续费优惠 快上网搜寻 统一投信 统一奔腾基金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在跟各位分享 今天我要谈的一些重点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讯息 就是吉保结算所 为了支持台湾艺术文化 特别举办了2022年的 吉保结算所当代艺术赏 这个奖项分别为是 金 银 铜 赏各一名 优选八名 金赏奖金额高达40万 增见时间从即日起 到10月12号为止 欢迎全国青年艺术家 踊跃参加 更多资讯 请上网搜寻吉保结算所 当代艺术赏 这个消息先 就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这个知晓 好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说整个 最新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焦点 我个人关注的一些焦点 以及呢 当然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 公布出来了 好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金融市场 现在目前最新的状况 金融市场当然 各位都知道 现在目前是一个熊市 而且呢 是持续疲弱的态势 那这个疲弱的态势 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你尽管这个礼拜 股市略有反弹 可是各位发现了 这个谈 谈升的这个力道 的确是不够 也没有这个美股 谈上来的强 主要也反映了 这个台湾内外在的情势 这个什么样的内外在情势 我们先来谈这个 整个大环境的部分 就是外在情势的部分 好 那外在情势 我今天这个第一页的投影片 先各位下一个标题 叫做全世界进入到 所谓半失去的状态 不敢讲全然失去了 但是现在目前 这个半失去的情况 很明显 什么叫半失去呢 就是很多事情 可能进一步 会造成失控的危机 第一个呢 乌尔战争 我们不知道 他会不会进一步失控 这个没有人可以回答你 包括我在内 包括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 在美国其中选举之前 居然说出了 这个所谓世界末日 这几个字 末日危机 这样子一个说法 非常的惊悚 那我个人觉得 他不无 这个为选举造势的意味 这个也就是说 激起民众的危机感 那这个危机感 一旦被激起来的话 当然是有利于执政者 这个我想 在政治操作上面 大家都懂这样子的 这个选举的部署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当然也可能 说出了这个事实 什么样的事实呢 就是现在目前 全世界地缘政治 的一个紧张关系 的确有可能 面临到进一步 失控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一方面呢 是可能为选举造势 另外一方面 当然有可能是 所谓这个 一部分事实的状况 那什么时候 可以化解呢 可能年底 这个G20领袖会议的时候 看看可不可以化解吧 据说呢 普京跟拜登 可能会在这个 G20的会议上面 这个领导人见面 即使见面 是不是真的能化解 也未必了 但是至少有这个 见面和缓的机会 那另外一方面 我会看到就是说 美中关系的持续紧绷 我们谢谢 郑贤的 董内 美中关系 持续的紧绷呢 当然也会 这个影响到 台海的安定 那这个都会连串 细在一起 包括我们看到 最新外电的报导 说美国准备要把台湾 打造成是一个 大型的军火库 我看到这个新闻 真的是很傻眼 我想说把台湾打成 打造成一个大型的军火库 是要干什么 让台湾全民皆兵就是了 然后每个警察局派出所 都有赤针飞弹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新闻这样报道出来 大家看到的是 做何感受 我个人看到的 真的是一个傻眼 两个字 而且呢 是这个非常 非常非常的惊恐的 一个新闻报道 美国这样的企图 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所谓 我们讲说 整个现在目前全世界 所谓地缘政治风险 会不会 这个进一步失控 那另外呢 欧洲能源危机 今年冬天怎么度过 我想这也是大家 现在的一个 很大的关注焦点 欧洲天然气价格的暴涨 导致欧洲的 能源价格的暴涨 那以及呢 所谓北溪一号二号的 这个管线被人为的爆破 这些事情呢 背后都藏了 非常大的一个 结构面的问题 那欧洲现在怎么样应对 也是全世界 大家瞩目的焦点 包括欧洲非常有可能 在今年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 又进入到经济衰退 这个经济衰退呢 也不是我个人预估 而是欧洲央行 ECB的总裁拉加德 他公开的在欧洲议会的说法 他说呢 呃我们 ECB欧洲央行预估呢 今年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 欧洲就会 进入到 这个欧元区就进入到 经济衰退了 那这个 能源危机的影响到 整个经济的问题 那德国现在很多 中小新企业 真的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电费这样涨 那这些 以这个 能源为主的 这种所谓的化学 化工行业 如何自处呢 这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状况 另外呢 美国 把这个全球 把他的这个通货膨胀 传导给全世界 那传导给全世界 现在全世界各地 都是通膨高涨 以欧洲来讲 这个通膨史上第一次 会来到10% 两位数了 那这如何回降 以及何时回降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通膨 会不会进一步的 失序失控呢 还有就人类 会不会面临到 新的疫病 那我们昨天节目 有讲除了 这个BA.5的疫情以外 现在还有一个 新的变种病毒 叫BF.7 也开始呢 在欧洲 全世界各地 开始在蔓延 那不断的 这种所谓 新变种病毒 对我们健康的冲击 也是个 看起来是 半失序的一个 这个状况 还有就地缘政治不稳 全世界现在进入到 一个所谓 分裂的新局 这个所谓 去全球化的这个问题 之前我们都已经讲过 那这种所谓的 失序的 半失序的状况 是现在目前看到 全世界大宏观格局 下面的 这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台湾处在 这样的一个宏观环境 下面的挑战很大了 毕竟台湾是一个 小型经济体 是靠出口为主的 很容易受到 这个国际局势的影响 那国际的经济情况 包括金融市场的状况 都非常容易传导给台湾 这个台湾 非常容易受到 这个国际 局势的变化 所造成的一些 正反面 正负面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在地缘 政治不稳定 跟全球大国对抗之下 那这个台湾 要如何自处 也需要自会 能源 粮食 都没有自主能力 虽然说新台币 还有相对庞大 外汇存底5000亿 这个央行总裁 所说的 我们有5000亿的家底 但是问题是呢 今年仍然不免 受到美元的巨大影响 台币今年的蝙蝠 也非常的大 超过两位数的蝙蝠 也是非常少见 而且呢 这只是一到九月的 一个蝙蝠 后面还有第四季 也不知道台币 会贬向何方 至于说能源跟粮食 是台湾很头痛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两件 这个攸关名声 跟经济发展的大事 我们的自举率 都是非常的低 那没有自主能力 这个国际经济 跟政治情势 一旦大幅变动的话 在这方面呢 挑战就非常的大 那另外就高龄化 少子化 这个劳工退休金 跟健保的财务大动 要怎么填补 这个劳工退休金 今年行政院 已经拨补到450亿 还不够 这个提列的行政预算 450亿 那健保呢 也是大幅的提列 几百亿的一个 所谓行政预算 去补足这个健保的洞 但是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 高龄化下 这个退休啊 跟医疗保险的问题啊 双重压力 会造成政府财政上面的 一个庞大持续 要支出的压力 那你税收不够 你如何因应呢 那你如何 不让政府的赤字 持续的上升呢 那今年行政院 又提出了这个 史上最大的一个 税出计划 那这个税出计划呢 其中最主要的增加呢 是在经济发展支出上面 跟社会福利支出上面 那在这两项上面呢 其实几千亿 就是砸在这两项 两项支出上面 那这两项支出 其中经济发展支出 两千多亿的一个 所谓税出增加 最主要是经济部 编列了一千五百亿 要去这个增资台电 所以大家知道说 这个能源的问题 对台电中油 今年的影响有多大 那另外呢 在社会福利支出的部分呢 最主要就是 去补这个 劳健保的一个问题 劳保跟健保的问题 那这个洞 真的能补的掉吗 看起来也是很难补的掉 因为这是一个 伟大补掉的问题 你不做改革 你势必长期 在行政预算上面 会承受相当大的一个负担 那回到今天最大的消息 9月出口出现大衰退 为什么我要用一个 大衰退的这个标题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根柱状体 这掉下来有多明显 我们的7月出口 432亿 掉到8月 掉到403亿 掉到9月 居然掉到了只有375亿 你看这个 这样下去 有多明显 这个往下的一个衰退情况 我们看月比的一个 衰退的幅度 是年比衰退幅度 更巨大 年比呢 今年已经正式进入到 年比出口衰退 跟去年同期比衰退了5.3% 去年9月的出口呢 是396亿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数字 是375亿 所以呢 衰退的幅度呢 是达到5.3% 同时呢 这个375亿的这个数字 是今年以来 仅次于这个 2月以来的这个次低点 2月大家知道 374亿 是因为农历春节的假期的关系 所以才会造成 这一个所谓的凹洞 那因为3月马上跳上去 435亿的一个出口总金额 我讲的是美元 那2月因为农历年 结果呢 我们现在并不是农历年 我们不是农历年 还掉到这样子 跟2月的一个出口金额 你就知道说现在 整个出口面临到多大的挑战 多大的压力 这就是今天为什么股市会跌 为什么昨天外资就已经在期货 大减多单 大增空单 什么叫大减多单呢 昨天我节目一开始 有跟大家讲说 外资在昨天在期货的布局 非常的诡异 虽然说现货很明显的买超 但是你看到他昨天的期货 把大台的多单 几乎全部要快平掉了 这个卖超了5000多口 那小台增加3000多口的一个空单 那今天外资在期货 他继续在减大台多单 减了快1000口 那小台呢 又增加空单 是4000多口 所以你就发现外资在做什么动作 外资在做期货布空的动作 做得非常明显 为什么外资要在期货布空呢 这个跟今天的这个出口大衰退 我认为是有绝对关系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会要进我们现场 谢谢郑贤的董内 这个豪租乌克兰战术 是用在台湾吗 各位想想看 乌克兰土地有多大 他当然可以用这种所谓的 非对称式的一个战术 那台湾就这么小 3万多平方公里 而且大部分是3地 你的城市人口这么密集 你怎么用豪租呢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 台湾要怎么样打造成一个大的军火库 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真的是令人不寒而栗 我不晓得各位的看法如何 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不寒而栗 龙一台说得很好嘛 谁鼓励战争 谁就应该要被谴责 我觉得龙一台说这句话 说得非常好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我们都希望和平 没有人希望要战争 那时候军火库这些事情 你真的是不要谈了 你不觉得现在领导 很多领导人都不怕战争 都要争一口气 我我很怕了 好快哦 都不是以和为贵的思维 我是俗辣 我很怕 我是俗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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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怎么办 你不怎么办啊 反正 我们那个哲语说呢 就是要你买单而已 对啊 我们是有钱可以买啊 这个买到这个贸易出超是这样子吗 买到贸易贸易贸易这个出现逆差是这样子吗 那同时买了军火也是要有人用啊 没有人会用 或是说呢这个军火放在那边堆积在那边要干嘛呢 好了要放假了 不要说大家不要这么悲观 好 先放廉价先 要回现场哦 可是这个廉价好像也不能去哪里啊 下雨啊 你干嘛这样就不能去哪里呢 就在那边 我后面资料很多啊 因为怕讲不完就剩下最后一段啊 要很快跟各位来报告 好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分项的部分 好在出口的部分呢 好这个9月出口跟去年同月比好呃 是减了5.3%好 那进口呢也也出现衰退2.4% 那初超呢呃出现了明显衰退的20.6% 第三季好呃进出口贸易呢 这个增长只剩下个位数了出口增长3.4% 出进口增长6.5% 然后贸易第三季整体已经这个初超是衰退了16.6% 哦全年一到对不起一到九月好前三季 我们的初超呢也叫去年同期啊衰退了13.3% 而呃出进口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呢 也开始出现很明显的往下压的状况 出口今年一到九月13.5%的增长 进口是18%的增长 好这个是呃以美元计算 如果我们用这个新台币来计算的话呢 我们的初超呃跟进出口贸易的数据呢就相对比较好一点 呃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台币大扁嘛 所以说那种台币计算的话就相对好一点 但是我们不能看台币啊 我们要看美金啊 台币的汇价是一时波动 那这个如果用台币来看的话 就像今年台积电今天公布的台积电营收 这有一点感觉起来有点套家波的味道了 然后因为他公布的台币的营收嘛 那这个有所谓的汇兑收益的部分 跟他之前的以29.7这个汇价去计算的营收基础呢 现在是31块半 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机础 但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味道了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分项部分 除了半导体以外 就是电子零组件这个大项以外 全线失守 各位看到九月的营收啊 只剩所有的出口大项 只剩下这个电子零组件增长 而且增长的幅度只剩下呢2.4% 其他第二大大项 资通跟世纪产品衰退4.4% 基本金属跟制品 这个钢铁的部分很糟 跌了26.6% 机械的部分跌4% 塑橡胶跌了25% 哇这两大项真的是很凄惨 塑橡胶跟这个基本金属 那其中塑橡胶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市场占比非常大 另外化学品衰退15% 矿产品的部分还好 因为这个出口油品的部分 这主要讲台数化的部分呢 是33.4%的正增长 运输工具7.8%的正增长 另外呢 机电呢出现0.2%的一个负成长 光学器材面板的部分也很糟 36.2%的负成长 纺织品出现了4.8%的一个负成长 这个是在整个九月出口 除了半导体电子零组件以外 全面失守 Even说电子零组件的部分呢 也可以看到很明显快要快要快要衰退的味道 那另外对主要国家地区出口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九月对中国大陆跟香港 居然出现了这个13.3%的一个年比的衰退 东协算比较好 5.5%的正增长 日本是衰退0.7% 我们谢谢盛伟的斗内 另外美国呢出现2.1%的负成长 欧洲出现了5.2%的负成长 所以也就是说呢 几乎所有地区都全线失守 除了东协以外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就今年上半年 整个出口增长的幅度是12.9%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上半年 我们都已经到第三季来看上半年干嘛 我现在最要最主要是做一个对比 给各位知道说台湾现在目前的整个经济发展中心 跟出口的重心在哪里 各位看到我们大致上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分类上面 今年上半年 这个电子零组件 跟资讯通信产品 这个整个对出口的占比 一个是28.3% 我现在圈起来的地方 另外资讯 资通跟试金产品是11.8% 哇这个大家加一加这两个 对不起 应该我圈错的地方 电子零组件的占比是41% 资讯资通跟试听产品是12.7% 这两个加起来 大家算一算就已经是53.7% 也就是说我们以今年上半年 总共出口金额2466亿美金来计算的话 这两大项 电子零组件跟资通试听产品 就占了一半以上 53.7%的比重 所以很明显的台湾出口的命脉 就在这两项上面 那我们如果对比12年前的 就民国100年 事实上那时候的财政部对出口的分类 没有这么细 他用一类叫做电子产品概括 各位可以看到 电子产品那时候 就是说12年前 他对整个出口的占比 是27.2%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经过十多年的一个经济发展 我们在整个出口结构形态上面 从12年前的这个电子科技产品的27% 不到三成呢 居然今年到了53% 超过一半 那这个当然就会造成台湾整个资源配置 人才啊 包括呢 这个整个财富分配上面的一个大幅的 很明显的这个往特定产业偏斜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你会说呢 台湾这个小型经济体很难发展全面的产业的平衡 这个我也同意跟承认啊 你说啊台湾必须要在全世界找到一个 所谓供应链上面最有利的位置跟价值 我们只能发展集中资源 投在一个特定产业上面 这个我也同意了 只不过就说这种失衡呢 也的确会造成社会结构上面的这个影响 这是我们在看 在产业发展上面 可能会造成的一些状况 那我该跟各位报告 12年前的2011年 电子产品占总共出口金额不过27.2% 当年电子产品总出口金额是839亿美金 持续到去年 电子零组件总出口金额到1720亿 这是全年 如果再加上第二大项 就是资通跟视听产品的613亿 这两下呢 就达到了2333亿 占总共出口比重是52.2% 去年是52.2% 今年上半年更进一步增长到53.7% 那台湾出口这重心 这十年间泛科技产品的比重 从不到三层上升到五层 可见产业发展重心明显位移 那这个就是整个财政部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整个在机体电路 就是半导体的部分呢 整个增长的一个幅度跟情况非常明显 去年呢 整个机体电路的半导体出口 总额已经到1555亿美金了 所以各位看到在12年前 总共出口金额3080亿美金 那是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呢我们到去年整个机体电路的出口 总额就1555亿美金 所以也就是说去年单一电机体电路的出口 就已经达到了12年前总出口金额的一半了 你就知道说呢 这个整个出口的 这个所谓的现在目前的位移的情况 那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机体电路啊 占去年总共出口的比重是35% 我们用的数据是去年全全年的出口金额 4464亿美金 来换算呢 1555亿美金 它的占比是35% 那台积电哈 我跟各位报告 它去年的营收是568亿美金 是创历史新高 那台积电海外营收占比大概是87% 那13%是呃台湾台湾的这个营收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568亿来算87%的话 大概呢 它海外营收占比是494亿美金 这个占整个电子零组件出口的总额 就已经达到31% 所以我们再去换算呢 这个494亿美金 对比4464亿美金的全年出口总额 台积电的海外营收占整个出口11% 也就是一家公司就占了台湾 整个出口总额的一层 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个人觉得好或坏 大家自然去评断 就是说台积电的整个兴衰 或者说台积电的整个景气的一个龙窟啊 会很明显明显的影响到台湾经济 跟台湾的这个整个进出口贸易 而台湾的整个进出口贸易出口的部分的成长 又是台湾经济成长最主要的来源 所以有点在压住的一个味道 当然这就回顾投来鸡身蛋蛋生鸡的问题 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取舍 我不是说这是一定是不好或是错的 但我就必须要讲这条路回头路已经没有了 都已经洗下去了 那今年呢 也的确在股市上面临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台积电今年市值一度减七兆嘛 那集中交易市值今年减十四兆 所以等于说台积电一家公司的市值减损 就是台股的一半了嘛 那外资卖超一兆两千亿 其中卖超最主要台积电 卖了九千九十万张 从台积电提款五千亿之多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 整个所谓成败兴衰的状况 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台积电的这个股价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从688 一路跌到了这个波段的416.5 那这个波段呢 反弹到最高451 然后呢 今天收在438 那台积电下周这个10月16号 周四的法说会非常关键 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是阮木华 我们下周 我们寻找大师 跨出旧界线 跨入新疆界 我们寻找大师 勇于归零 克服盲点 acebook het del án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